然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取出烤面杖 把它压成土豆泥 像这样没有土豆颗粒就可以了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200克土豆淀粉 先用丁油加进来 然后用手捏一捏 如果觉得太年手 继续加淀粉把它搓成圆球 像鸡蛋黄的大小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放到蒸壁上 我们的土豆丸子也已经做熟了 看一下 非常的Q糖 这样也可以直接吃了 在淋上我们做好的酱汁 哇 好香啊 美味的土豆丸子就做好了 我们来尝一下看看 它的口感软糯又Q糖 在搭配上肉末和刷开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可以当菜也可以当饭 两人和孩子都非常适合 如果您喜欢也吃吃吧 喜欢我的食品 它是不值得的时间和努力 我会尝试一碗 没有任何东西 很脆弱 但味道不错 因为我的甜品 超级有趣的器材 今天还要看了 这个料理 很热 很欢迎 之前 外癣 我们也要点资料 第二杯 还有 轻轻 快点 都 快点 大